郭文貴議員 這個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這個很抱歉 利用禮拜六的時間來跟大家討論一些議題 不過首先我更正一下 這題目可能印錯了 或者還是當時在電話上講了又溝通錯 我要講的不是台獨與國際法 我要講的是台灣島的國際法問題 為什麼我不講台灣 只講台灣島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們講台灣就會想到什麼 就會想到澎湖 澎湖群島 可是在國際法裡面 澎湖群島的國際法問題 跟台灣島的國際法問題 它不是一個同一類的問題 它甚至於是一個平行而不交軌的問題 只是在近代剛好才混在一起而已 所以我首先是 美國講的所有的國際法問題 僅只涉於台灣本島 先把這個範圍給序列 第二個我要提的事情是 我們過去經常有兩句話常常聽到 這兩句話在國際法的角度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是有問題的 我解釋給大家聽 第一句話是 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這句話在國際法上是有問題的 第二句話 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 這句話也是有問題的 我們首先來談為什麼說 臺灣自古是中國的領土 這句話有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自古是哪一年 各位 大家覺得制古是哪一年 有人說三國時代聽過這種說法沒有 有人說水草 什麼水洋帝等等 有人說甚至還更早 跟各位報告 歷史上的很多的說法 只是說好像曾經有中國人發現過臺灣 到過臺灣 或者是臺灣的來往 但這個並不具備了國際法的要件 說這樣子從那個時候 就可以算臺灣是中國的領土 還沒到那個標準條件 第一個 一個領土 是說會變成一個國家的領土 有很多的要件 我先跟大家講 在國際法上怎麼認定國家呢 國家在國際法上不是一個 像歷史一樣是一個感情的對象 它就是一個政治上的組織 這個政治上的組織它有一個主權 這個組織不是政黨 不是一般的組織 這個政治組織是可以控制人民的 可以統治人民的 可以統治領土的 有點像黑幫的地盤一樣 可是國家成行之前 沒有其他的政治組織 它基本上也有主權 可以完美領土 可以絕對的統治領土 跟統治領土上所有的居民 行使司法權 行使立法權 行使行政權 這個政治組織在國家之前 也有很多的部落有這種權利 甚至有些什麼 封建的領土也有這種權利 所以我們在討論這些 什麼土地是誰的領土的時候 從這個角度我會發現說 當你一個土地被一個主權者 這個主權者可能是國家 可能只是一個國王 可能只是一個封建領土 可能只是一個部落酋長 他在宣稱說這塊土地是他的 必須有幾個重要的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說沒有其他人挑戰他的說法 沒有其他另外的主權者挑戰他的說法 如果說一塊土地有兩個以上的主權者 都宣稱這是他的土地的話 這個土地是不是屬於這個主權者 變成是有爭論的 爭論的解決方式不外乎 第一個 國會談 前行 第二個 打仗 第三個 也許寫土地一樣 去把那個克羅 那個什麼 Cromia 這樣把它吞下來 可是吞下來的時候 基本上全世界有一個不能認可 有一個不能不認可 所以一個土地之所以是一個主權者 第一個條件 100%沒有問題 是領土本身沒有證明 主權者宣誓說 這個是我土地是沒有證明的 但是是不是說這個土地上面 一定要你住的人 你判的官員 那不一定啊 像那個什麼 那個Winland 格陵蘭有沒有 那麼大片的土地 上面有沒有官員 沒有啊 是很多都要沒住人 可是還是宣稱是某某國家的 一個主權的領土所在 所以國家是在法律上是一個政治組織 領土本身必須要是 沒有其他主權者競爭的時候 這個領土你宣誓的時候才算是你的 但是在當時台灣島 有人說從古代就有啦 從哪一年開始 我們畢竟有一個很抓緊的時間點 我待會再跟他做說明 這個東西至少在荷蘭人之前是不存在的 荷蘭人來台灣之前是不存在有 台灣島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這樣應該是國際法的事實 目前會找不到任何證據 找不到有中國人在台灣建立 比較有主權或者武裝規模 因為主權者你是可以合法用用武力的 你找不到任何證據 說中國有任何中央政權 地方政權 區域政權 諸侯政權 曾經在台灣宣誓說台灣島是他的主權 而且有任何人說 不是你領土的時候他可以派軍隊跟你對 他是對抗的 沒有 找不到任何這種證據 所以我在大陸上講的時候 有很多的大陸的學者很不以為然 這個台灣制服是咱們中國的神聖領土 我問他制服從哪裡開始 他也講不出來 這要拿證據 第二個 我剛才講那一句話 台灣是台灣人的土地 台灣是台灣的領土 這句話在國際法上也有問題 為什麼 各位 身為台灣人 台灣人這樣的人民什麼時候出現在台灣島 你不太確定對不對 你什麼時候出現在台灣島 如果你跟你的爸爸 你的祖先 你算得到的祖先的範圍裡面 都沒有辦法找到證據你出現在台灣島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台灣的居民 跟台灣人 你什麼時候出現的 大部分的平等你講 台灣的百分之八十的人口 他的祖先算得出來出現在台灣島 大概是一百五十年 都是清朝乾隆嘉慶年間來 康熙的時候還不算 那個時候嘉慶跟乾隆來台灣 本省級的最多 算一算差不多到兩百年了 而且那時候人口很少 最多的是什麼 最多大概是咸豐同志 那個大陸大亂的那段時間 來的是最多人 所以現在很多人 本省級的家庭去算的時候 他頂多大概是一百五十年到兩百年 超過兩百年是很少 很少很少 那我們家比較特殊啦 我們是北港人是全說做移民的 所以我們很早就來台灣 比荷蘭人還早一點點 一六二一年 但是像我們這樣的人在全台灣 大概百分之一不到 百分之一不到 非常少 那當然有外屬級的台灣人的話 他基本上來台灣大概是 所以現在加起來時間也不多 所以真正台灣人出現在台灣島的時候 是很晚的 可是台灣人出現在台灣島的時候 我們現在自身為台灣人 不包括原住民 出現在台灣島的時候的時間點 對不起 那時候台灣有沒有主權 有了 已經有主權的歸屬 在國際法上已經被確立為 就是某某人的領土 所以我們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想談我手上以及現在所有的研究 找得到的可以確認台灣島主權屬於誰的 第一份文件是1635年12月18號 1635年12月18號 看起來很久 有沒有400年 沒有 所以有人動不動就說 哎呀 那台灣四百年歷史 對不起 那400年歷史前面那兩百年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真的 還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還找不到跟他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的祖先 400年歷史前都還在中國大陸 那有人講說 阿恩那個平伍組的血統 我們有原住民血統 我們所查出來的通婚紀錄 日記時代 漢人跟原住民的通婚紀錄 在閩蘭園的部分 他的通婚比例不到1% 不到1% 客家人的比例稍微高 也沒有超過2% 就是原住民跟漢人的通婚 不到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比什麼 比我們現在大陸籍的新住民 以及越南籍的新住民 或是泰國籍的新住民 跟台灣本地人通婚的比例 還要比 所以沒有辦法構成一個血統上的訴求 我只是把客觀數字來跟大家說明 那為什麼1635年12月18號 在大概台灣所有的歷史教科書都沒有出現過 因為我們漢人有一點的比較自大 不太去承認這個事實 因為1624年 在1635年前面的1620年發生什麼事情 荷蘭人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隊 第一次進入台南現在叫安平島的地方 建立了一個叫做熱蘭之城 熱蘭之城大家聽過嗎 熱蘭之城是閩蘭人的閩蘭語去翻譯荷蘭語 翻錯了 它的本來在Zilandia 什麼在Zilandia New Zealand聽過嗎 紐西蘭 Zilandia就是小澤蘭 紐西蘭就是新澤蘭的名字 Ziland在哪裡 Ziland是荷蘭 荷蘭其實不是國家名字 荷蘭是省的名字 國家名字在尼德蘭 尼德蘭這個共和國現在叫做王國 尼德蘭王國最靠近比利時那個省 就像台灣的高雄 那個地方叫做澤蘭 Ziland 所以那邊的船出去的時候 大概很多地方都會被叫成 新的地方叫新澤蘭 台灣叫什麼 小澤蘭 所以小澤蘭我們就把它 Zilandia我們就把它翻譯成熱蘭之城 我也不知道以前全州人的全州槍怎麼念 怎麼會把Zilandia翻譯成熱蘭之城 不過我們當然習慣上熱蘭之城 就是小澤蘭的意思 可是當時荷蘭人在台灣的時候 他並沒有要建立殖民政權 他殖民政權是發展出來的 怎麼說 他剛開始只想要佔去一個港口 用這個港口來收稅金 有點像自由港區一樣的 拿個船進來買賣 收付付關稅 收付進口稅 所以他並沒有當時還沒有意識 要跟原住民起戰爭 也沒有說要侵佔台灣的土地 當時真的剛開始看到的文獻上 並沒有這種想法 可是因為這樣了以後 他不斷地跟什麼 跟當時在同樣地方做買賣的 日本的商人跟中國的商人 或者我們講說 渦扣也好 或者是中國的一些海盜也好 就產生了很複雜的糾堵 所以他不斷地加強武力 結果一結果來了 不斷地逼死附近的原住民 用像廉價勞工的方式發展地做事 就不斷地起衝突 最後雙方面就開始了戰爭的征劃 到了荷蘭的第三個總督叫普特曼 這個總督就率領了軍隊 開始征劃所有的原住民的村落 我們叫這種村社部落 這個部落第一個最重要的歷史意義的戰爭 是當時在台南地區的平埔族原住民 平埔族原住民就所謂希拉雅人 因為當時的平埔族在全台灣大概有6萬人 有6萬人 6萬的人口是實際的統計的數字 最大佔一半的就是希拉雅人 將近3萬人 希拉雅人裡面最大的村社就是麻豆社 當時的原住民不是所有的希拉雅人 形成一個政權組織 不是 一個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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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講部落好了 最大的是麻豆社 麻豆社對於荷蘭人是採取敵意的 兩方面經常產生摩擦 可是麻豆社又跟新港社 新港社就大概就在台南地區 不是大家想那個嘉義新港 不是 是台南地區的新港 新港社 兩邊起衝突 所以普特曼就利用新港社跟麻豆社的矛盾 就說好 我幫你打仗 就帶著新港社的人去打麻豆社 這一打形成台灣歷史上第一份 具有國際法文件的叫做麻豆協議 因為麻豆社戰敗 土地被焚燒了 然後荷蘭人就跟麻豆社的人 他叫長老 不算求長 因為希拉雅人的首領制度 沒有那種互傳子 只傳生的那種求長制度 還沒有誕生 他基本上都還是什麼 都還是那種長老推舉制的比較多一點 當時的簽一個歷史上最知名的 跟台灣島主權有關係的叫做麻豆協議 簽的時間點在1635年12月18號 內容講什麼 第一個 荷蘭人 荷蘭是用什麼名義? 荷蘭是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名義 你就很奇怪 怎麼會有個公司 像個政府一樣 他是這樣子的 他是大概是在16…差不多在1602年吧 1602年的時候 荷蘭人有14家商社 成立一個公司叫聯合東印度公司 就是我們講的荷蘭東印度公司 但全名叫做聯合東印度公司 外號叫VOC V是United的意思 因為是荷蘭人 用V不是用U 這家公司14家貿易商所組成的 得到了荷蘭當時的主權最高機構 叫做荷蘭大議會 荷蘭大議會的批准給他特許權狀 說你到海外去可以代表荷蘭政府 你可以徵兵 所以事實上荷蘭兵不是荷蘭人 大部分都是什麼 德國人 你可以徵兵 你可以收稅 你可以用建議法庭 你可以殺人 你可以侵占土地 但是這些東西都算是 荷蘭最高國會授權給你的 所以荷蘭東印度公司到台灣來的 基本上是子公司 它的亞洲總公司在哪裡 亞洲總公司在印尼亞加達 所以是荷蘭人跑到印尼亞加達建立的政權 這個政權人叫做巴什麼 記不記得? 巴雷里亞 中文怎麼翻譯? 巴達維亞 有沒有 有人聽過有沒有? 巴達維亞 巴達維亞總部 其實巴達維亞是格蘭人的意思 什麼意思 我們經常說 我們是漢人 或者我們是唐人 他們格蘭自身自己是巴達維亞人 所以他們把亞加達改名叫巴達維亞 所以控制台灣的殖民的軍隊或者總督 是屬於巴達維亞 那巴達維亞是受荷蘭阿姆斯特丹控制的 董事會的阿姆斯特丹 所以當時他們簽了這個協議的名字 用了一個名字叫做熱蘭遮城長官 我們翻譯成熱蘭遮城長官 熱蘭遮城長官跟麻豆社簽了這個協議 第一條是什麼 荷蘭承認 不過用語是尼德蘭 荷蘭是我們東方人 包括中國人 包括日本人 韓國人弄錯了 以為荷蘭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尼德蘭 其實尼德蘭是國家 荷蘭是七個大省中的一省而已 所以第一條就是荷蘭承認 麻豆社就他的領土範圍裡面擁有最高主權 第一個 先承認 第二個 麻豆社的長老承認 從1635年12月18日開始 他們的領土主權移交給荷蘭東印度公司 就在這天 所以第一個 荷蘭人雖然是1624年 就來到台南安平港建立熱蘭遮城 熱蘭遮城蓋了整個快十年 就差不多是1634年 到1635年的時候 打仗打贏了 所以第一次正式取得 台灣島具有國際法意義的領土主權 但是不是整個台灣島 那時候大家還搞不清楚台灣島長得什麼樣子 包括原住民搞不清楚 原住民沒有台灣島的概念 他只有部落的概念 所以麻豆社的整個土地就屬於荷蘭人的領土 所以要開個玩笑就是說 當時的台灣是誰 台灣是印尼的一部分 印尼是誰 印尼是荷蘭的一部分 這樣法律上就很清楚地界定出來 可是他只有占麻豆啊 結果後來土德曼覺得 這個方式不錯啊 為什麼 就規定你每一年要來給我進貢 不過進貢基本上是說給一點檳榔 不是說真的很剝削 但是要做 要服勞義 要服兵義就是了 就開始用這個模式進行了長達 快要將近十年的徵伐 今天打這個部落 明天打這個部落 以前歷史上台灣講說有個大渡王國 在台中 畢竟有大渡王國 平伏族所建立的 然後那個大渡王國 我們很多人把它形容成台灣人最少的國家 對不起 那錯了 為什麼 那只是一個很鬆散的一個部落聯盟 他還沒有到哪一個國家的地步 就是說他看不出來哪一個中央政府 被指揮附近的土地 是一個很鬆散的部落聯盟 但是有一個人 外界就把它稱作king 你知道英文裡面的king定義很廣 英文的定義很廣 從最大的那個叫king到最小的那個叫king 通風叫king 所以翻譯中文以為每個都是國王 其實不是 他並沒有具有國王實質的權利 或者國王實質的政治利益 大渡國王 荷蘭人把他打垮了 他也一樣 簽了一份麻豆協議 一模一樣的協議 所以荷蘭人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 一直都把北部的西班牙人 佔據基隆淡水的西班牙人趕走之後 所以基本上荷蘭人花了將近十八年的時間 到台灣花了這樣十八年的時間 才統一整個台灣島 取得完整的台灣島的主權 所以這個時候台灣島的領土算不算是 領土的零出現是什麼 是有政治組織管理的時候才算是領土 如果你沒有一個政治組織的話 你那個不叫領土 不能被界定為國際法上的領土 所以在1635年到很後面的快結束了 其實荷蘭政典會結束了統一整個台灣 結果到了1662年的2月1號 即使是1661年的年底 鄭成功就帶著大兵來攻打台灣 結果一下子就把荷蘭人的熱蘭政典給打垮了 打垮了就在1662年的2月1號簽了一個政和 我們歷史上叫政和合約 但是這個法律文件很有趣 一樣 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什麼 就是說荷蘭人把在台灣所有的土地、財產 全部都移交給鄭成功 但是莫凡的鄭成功的身份是什麼 他不是一個個人 注意到鄭成功在這個合約裡面 簽的不是一個個人 他是一個什麼身份 他上面莫凡寫得很清楚 他叫大明什麼意思 就是明帝國 他寫明帝國就是一個政治的組織 大明招討大將軍 注意到 他還說不是大明皇帝 大明招討大將軍 國姓也 他落款是這樣簽的 不然就要說荷蘭人所有的權力 是移交給我這個叫大明招討大將軍 國姓也 這計劃在法律上什麼意義呢 鄭成功代表的是大明帝國來接收台灣黨 第二個意義是什麼 大明的中央政府不能管我 為什麼 因為鄭成功在二十歲的時候 就被南明的皇帝任命為宗孝國 招討大將軍 到了永立皇帝被稱為炎平王 招討大將軍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個諸侯 他就是一個環王 什麼叫環王 就是我跟皇帝不同姓 不同姓 所以後來改成叫諸 什麼叫諸成功 改姓諸 那個我們習慣叫他鄭成功 他是跟皇帝不同姓 親王叫郡王 在當時的法律叫郡王 就是你不是跟皇帝有親戚關係 但是跟皇帝一樣算兄弟的 所以叫做郡王 所以他用國姓年的名字就代表他是炎平郡王 他用招討大將軍的 就是我是明朝的皇帝所任命的 所以我取得這個台灣島 是代表明朝來取得的 我是明朝的什麼 我是明朝的繁挽 我是明朝的異姓親王 所以我在台灣所建立的政府叫做什麼 當時叫做東寧政府 當時叫東寧政府 這個東寧政府用我們現在的語言 就是中國東邊的政府 換句話說明是邊疆的意思 就解釋成說我是大明帝國的東部邊疆政府 當時他的首都在哪裡 不在台灣 也不在台灣是台南 因為鄭成功來的時候不到一年就死了 所以他當時的首府還在哪裡 還在夏寧 所以他把夏寧取名叫失明 失戀明朝 因為那時候明朝皇帝大概都快掛了 因此鄭成功所簽的這個荷蘭人 所以是代表大明帝國在台灣建立一個區域的政權 就有點像東印度公司 代表荷蘭人在台灣建立一個區域的政權 所以正合何為一確立的話 這是中國政權第一次在歷史上在台灣建立政權 所以如果說台灣制服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時間點只能算到1662年2月1號 之前都不算 所以有沒有示範你們 沒有 很精確地講就是1662年2月1號 之前是荷蘭的領土 之後是鄭成功代表中國人第一次在台灣建立政權 也確立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但是不屬於中央政府 不一定要領土不一定要屬於中央政府才算領土 屬於地方性的政權也算 像日本戰國時代跑去吞掉了什麼 吞掉了琉球 琉球那個時候不是日本的幕府去吞掉了 是日本那個什麼 一個什麼繁祖 一個什麼在九州的繁祖去把它吞下來 那會算 可是我們要了解的時候 鄭成功在台灣的統治事實上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因為他並沒有把台灣跟中國做切割 他宇蘭具有金門、夏明一帶 還是以夏明作為主族 到了他的兒子政經的時候 還台灣發兵參加商談之外 到中國大陸去進軍 所以這個時候他宇蘭認得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有人說鄭成功的兒子政經認為他是台灣國王 那是外面人把他認為台灣國王 他自己不認為自己是台灣國王 他自己認為還是一個繁王 言平繁王 可以領有大陸很大分的土地 所以曾經一段時間 政經在跟清少皇帝、昌西皇帝和談 注意到他們兩邊和談很久 和談好幾次 其中一個要求是什麼 說你把福建畫給我 政經要求你把福建畫給我 讓我領有兩帝 你是皇帝 我是繁王 你不要繁我 我不要繁你 一國兩制 所以一國兩制不是什麼新鮮的名字 那個時候就玩這個遊戲 好 那時間就來到什麼地方 來到1683年的10月5號 因為師郎帶兵打垮了在澎湖 打垮了誰 打垮了鄭成功的 鄭克爽的海軍 打垮了以後呢 鄭克爽就在1683年10月5號 提出了台灣歷史上一支很重要的想表 叫鄭克爽想表 這個想表裡面講 就是說無國無土 所有的人民土地通通請皇上你笑納 皇上是誰 所以從那一天開始 1683年開始 10月5號 台灣的土地不再屬於大明這一個國家級的政治組織的領土 就開始正式成為大清帝國這個政治組織的領土 換句話說 大清帝國就以國家繼承的資格 來取得大明帝國所有的領土 以及對人民的統治權利 所以鄭克爽這個想表的含意是 第一次清政府統治台灣的法律依據 但清政府統治台灣一直很長的時間 可以多兩百多年 兩百多年 到了一 大家比較熟悉的 已經1895年的4月17號的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裡面 大家知道是甲午戰爭引起的 馬關條約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是什麼 因為清政府那個時候 大概戈朗民土已經很習慣了 戈朗民土給俄羅斯 戈朗民土給誰啊 就有經驗了 很精準的 就說哪幾個領土 澎湖 台灣注意到 在國際法上都把澎湖跟台灣作為並列 在國際法上不認為澎湖是台灣的一部分 為什麼 有沒有知道 為什麼 因為澎湖群島在公元12世紀 在法律上就正式定位為澎湖群島 就正式定位為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是在12世紀 比1662年 整整找了將近500多年 所以澎湖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是在12世紀就已經定位了 但是台灣是到了1662年2月1號 正合合約的時候才確認 台灣本島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個時候開始有 其實在荷蘭時代就開始有了什麼 有很多的大陸的沿海的移民 有了什麼 移民 移民到台灣哪裡 但那時候中國人到台灣比較像外老 什麼都比較像外老呢 第一個 是荷蘭人跟誰簽約的? 跟鄭成功的爸爸鄭之龍簽約 所以我現在要改變我殖民的方式 我不再靠貿易 我還要種甘蔗 我還要種泥 所以我沒有勞工 而且平撲組原住民又不善於這個重田 比較適合的是漢人 剛好那時候中國大陸大亂 就請鄭之龍當人捨集團的頭頭 去大陸上拉人來 拉一個人給多少錢 所以很多本省的祖先是這樣給拉過來 不是外老 所以你不要以為你祖先剩下台灣的祖人 這是外老 所以外老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時候 到了所謂的荷蘭人統治台灣的末期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平撲組竟然從六萬人 變成只剩下三萬多人 荷蘭人統治有多厲害嗎? 統治的平撲組人口大量減少 但那大量減少跟歷史上寫得不一樣 為什麼被漢話 不是都不是 我帶大家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平撲組人口大量減少 所以減少一半 可是漢人從給拉了一千五百人 增加快多少?快兩萬人 有人說十萬人 但是我們查了出來比較清楚 大概兩萬多人 所以那個時候的 平撲組人口跟漢人人口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但很多人講說 哎呀 因為沒有唐山宮沒有唐山 但他歷史抉擇大概浪漫的想法 我們查獸的數字事實上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當時荷蘭人故意操縱 漢人跟原住民的仇恨 所以兩根基本上是不統分的 而且仇恨會長得嚴重 有舉個例 郭華伊事件 大家聽不懂嗎? 就是中國的移民造反 要推翻荷蘭人統治的政權 結果荷蘭人人數少 不然在台灣各兩千人而已 他沒辦法抵抗兩萬人的中國的移民 他就去跑去跟原住民講 來 你只殺一個中國人我給多少錢 所以原住民很厲害 武力很強 武力很強 一天之內殺掉六千個中國移民 一天六千人 因為有錢移民 他的不分老少大概就土煞光了 那中國人有個好處 為什麼好處? 兩萬人殺了六千人 不稀奇 因為什麼 又是偷渡的移民又一起來 所以中國大陸人口疑遠不解的過來 所以中國人數始終少了一下 哪來增加 少了一下哪來增加 為什麼? 當時的台灣島比起中國大陸來講 土地比較肥沃 治安比較好 因為中國大陸大亂 那時候大亂 比他們來得好 荷蘭人統治的績效 也比清朝政府來得好 明朝政府的末年大亂來得好 所以無形中中國移民 那有人說是唐三公有唐三嗎? 對不起 現在出的文件都不是這樣子的 當時荷蘭的紀錄 他的船從中國大陸來台灣的時候 找得到的紀錄 每八個男人就有一個女人在裡面 而且女人來到台灣就不回去 男人來台灣還會來來去去 所以比較像台商人 所以並不是在早期沒有漢人的女人在台灣 都不是事實 因為根據荷蘭出國的紀錄就是這樣子 可是即使如此 漢的人口還是一直快速成長 回過頭 為什麼要到貧穀族呢? 會人口大量減少 荷蘭統治這台灣的時間 貧穀族運氣很不好 因為荷蘭人大量外貌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疾病從外面進到台灣 那什麼 包括一些奇奇怪怪的疾病 所以台灣曾經發生過至少四次的傳染病大流行 傳染病大流行 荷蘭人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病是在天花是他們從歐洲傳染的 可是漢人跟貧穀族就死傷成疾 死到什麼程度 整個村落全部放棄 路邊都有死人 都沒辦法去處理 那人口因此貧穀族大量減少 漢人有沒有減少 有 也有減少 可是漢人減少沒關係 大陸就繼續進來 無限制地進來 所以因此漢人人口一直維持成長 貧穀族人口一衰退了以後就沒辦法退路了 所以在當時等到了這個馬關條約一簽的時候 日本人一清查人口發現貧穀族只剩下四萬人 這個漢話沒有關係 只剩下四萬人 原住民一邊躲在山上 他們跟外界是隔離的 所以基本上在山上的原住民 我們現在叫高山族 日本人叫高沙族 高山族在當時的人口還有階級十萬 但是漢人人口在日本人接手的時候 漢人人口在日本人接手已經快要到一百多萬 確實人口就算得出來的 當然有人說到兩百萬 那我們就不去評論這個數字上的差異 數字就非常的多了 因為什麼 清朝的時候大量移民臺灣 所以很多人有一個很大前提 現在的漢民主 漢人之所以在臺灣能夠立定腳跟 是因為有荷蘭人的武力 能夠抵擋住原住民的攻擊 因為有的鄭成功的武力 因為有的什麼 有的清朝的武力 有這些武力 你才有辦法去對抗原住民的武力 所以使得漢民的村莊 村莫一個一個建立起來 這是基本的原因 所以現在的臺灣人 某種程度來講 是外海的侵略者 我們自稱的本省人 或者都是這種 歷史嚴懲所傳承下來的 歷史歸歷史 所以有人說要促進轉型爭議 現在可能漢民要還給原住民公道 才是第一個要務 當然我不否認一件事情 鄭成功的軍隊 荷蘭的軍隊 以及清朝的軍隊 對原住民 真的是殺法很厲害 殺法很嚴重 特別是清朝的軍隊 那個兵是哪裡來的 都是川上兵 很善於打高山上的 然後荷蘭的兵哪裡來的 不是荷蘭的 荷蘭沒辦法打高山上 都從日耳曼 德國那邊山上找來的 一樣 鄭成功的軍隊很善於打海上 從海邊一帶的土地都被原住民都被趕光了 所以像台中很多原住民都被趕到南國去了 我們回到了馬關條約 日本人接受了 根據馬關條約取得台灣跟澎湖的民土主權 這個時候台灣的法律地位是什麼 是日本的殖民地 那殖民地呢 很多現在有很多人 包括李登維認為說 他以前是日本人 柯文哲說他主乎是日本人 錯了 日本的法律並沒有承認你是日本人 這前點跟什麼 跟香港一樣 英國的法律不承認香港人是英國人 你是我英國殖民地的人民 但是你不是英國人 所以當時在日本的法律 你是什麼 你是島人 日本的法律正式稱台灣的漢族叫島人 叫島人 他們自己叫和人 叫和人 法律上正式的定義 所以在台灣被殖民的所謂漢民族並不是日本人 所以柯文哲講錯了 你都會講錯了 可是這個東西到了大概1943年到1945年的時候 出現了變化 因為日本人那個時候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侵略東南亞 因為要侵略東南亞所以利用台灣島的一個資源跟人力 所以開始進行黃民化 就是說我過去把你視為島人 不讓你當軍人了不行了 現在軍隊不夠了 所以開始找資源軍 義勇隊 什麼高砂義勇隊 公共來當兵 就開始給你日本名字 就像南美的皇帝給鄭辰宮中 你開始改姓朱一樣 叫你改成日本的名字 最少當時皇民是要有特權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當的 第一個 你必須改名改姓 所以你是李登溫要改名稱 什麼眼裡正男的 第二個 你家的祖先牌位 正中間必須要拜什麼 拜日本天皇的祖先 叫大麻奉事 就是那個什麼臨虎必須從日本的神功 天皇的神功移過來的 第三個 你全家都要講日本語 叫國語 那時候叫國語 全家都要講日本話 要穿日本衣服 第四個 正式登記 宣誓效忠日本天皇 所以李登輝在這種環境長大 他很自然的跟他哥哥一樣 他覺得他要變成真的日本人 可能日本人眼中沒有把他當成日本人 麻奉就在這裡 就是他很激烈的 要表態得更加宣誓效忠什麼 日本天皇 所以當時有很多這種台灣的年輕人 說我不想當台灣 我想當日本人 所以很激烈 所以你可以看著他歷史的痕跡 這個經典就有人像現在姚立民、段儀康 這些人身上看到了 他們本身是誰 是蔣介石把他的爸爸或祖父帶到台灣來的 沒有蔣介石的武力 他的家人來台灣 但是現在他以民主自由之名 沒有激烈去批評蔣介石 有恩於他們家的人 他沒有放在民進黨生存嗎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就是有點像當年日本戰敗之前的 一個台灣的一個現象是一樣的 可是當時台灣的處境是很尷尬的 二次大戰結局很尷尬的 第一個 當時台灣人是積極支持 日本人是侵略東南亞跟侵略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有所謂日本臺灣兵等等 所以在戰爭的法律上面 臺灣島當時的資源 基本上臺灣島是日本侵略東南亞 跟侵略中國大陸的共犯 戰爭共犯 所以因此美軍的飛機開來 或者是當時中國大陸的飛機 當時中國大陸的飛機開來轟炸新竹 那個不是中國人開的 是中國人不會開戰鬥機 那時候是俄羅斯人開的 俄羅斯找軍的 像陳納德將軍那樣的故事是一模一樣的 來轟炸臺灣 這個時候的臺灣一定是跟日本站在一起 所以我們是日本這一掛的 然後戰敗之後產生很大的結果 臺灣並沒有受到戰爭共犯的處罰 為什麼 因為在1943年12月1號這件很重要 馬開羅宣言 幾個大國家簽了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在簽的時候還沒有發生法律效率 所以很多人講開羅宣言只是一個新聞公報 只是白宮自己發的一個聲明而已 沒有說是美國白宮總統府發表聲明 他說這個聲明不算是國際條約 這個講法對不對 對 但這個講法有沒有正確 不正確 為什麼 當時是有幾個美國 英國 蘇聯 還有中國 簽了這份合約 不是 同意這份合約沒有簽字 沒有簽字 可是問題他有沒有發生效率 沒有發生效率 那講的都是對方 第一個 要韓國獨立 第二個 他認為滿桌臺灣 澎湖 這三個地方是日本人從中國人投為歐左的土地 所以要求日本人無條件佛想 無條件佛想的條件就是你要把這三個地方還給中國 那確認當時的中國的代表中國人的政治組織 叫中華民國 所以要還給中華民國 不是還給大興帝國 為什麼要這樣寫 因為滿桌當時的政權 叫什麼 叫Manchuria Kingdom of Manchuria 滿桌王國 有個政治組織存在 所以畢竟還給另外一個政治組織 叫做中華民國 因為當然認定中華民國 是代表中國人的政權 所以從中國人手上扣除了 不能還給滿桌王國 必須還給中華民國 所以這份法力文件是誰寫的 是羅斯武總統的特別助理 後來當了商務部長的 Hopkins寫的 所以開羅宣言不是蔣介石寫的 也不是宋美人寫的 所以開羅宣言宣布了以後 當時的確法力效率 因為日本還在無條件佛想 所以沒有構成開羅宣言生效的要件 因為開羅宣言生效的要件 必須日本無條件投降 到了1945年7月26號 波茲坦公告 有人叫波茲坦宣言 那看英文翻譯的問題 波茲坦公告成立的時候 當時裡面有很重來調查 要求日本人無條件投降 無條件投降的根據是什麼 是根據開羅宣言 有這麼一條 所以開羅宣言就擺到的 波茲坦公告裡面變成正式的法力文件 波茲坦公告所有人都限制了 所有相關國家的限制 那有沒有馬上生效 不能馬上生效 生效的要件還是日本無條件投降 真正的生效時間不是1945年7月26號 所簽證公佈的波茲坦公告 是1945年8月15號不到一個月 日本天皇發表投降造書 他們日本人叫做中戰造書 這樣面子比較有 事實上法律上就是投降造書 裡面就是最重要的一個文字 日本天皇親自附英廣播文件正式出來 說我們接受那四個國家的宣言 講的就是波茲坦宣言 所以承認波茲坦宣言就是承認台國宣言 我們無條件放下武器 這個日本在這個國家是根據日本民治憲法在實行的 換句話說日本人的主權是不是日本的國民 不是 注意到 在當時的日本的憲法秩序裡面 民土主權 國家主權不在日本國會 也不在日本人民手上 因為根據當時的民治憲法的第一條 日本的國家主權屬於天皇 所以天皇簽字 天皇宣言聲明就算數 所以從那一刻起 日本天皇接受了台灣 騰湖 滿洲回給中華民國 生效時間點是日本天皇開國宣布那個時間 在國際法上的過程生效 換句話說 我今天給你買兩瓶水 你沒有答應這個企業不能生效 結果我還沒有撤回我買兩瓶水的一個契約的時候 你馬上說 好 你接受 兩瓶水賣給你 只要你一開國的時候接受 我們這個契約就成立 國際法的契約跟這個民法契約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有人說 你沒有簽條約要不算數 那那個不滿了 那不滿了不用插 包括什麼有國使館的館長姓張的 都歷史學者啦 還有一個什麼一個大學教姓李的 還有一個姓薛的 現在蔡英明政府就不滿懂的 對不起 他不是歷史學者 他不太曉得國際法在怎麼運作 如果這不算數的話 那美國到處去侵占關島 那都算不算數 塞班島不是這樣來的 最重要的是1949年9月2號 日本正式在秘書里見把他們日本天皇的聲明 簽了一份文件叫做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有人日本人翻譯寿祥文書或祥古文書 但是用中文的說法應該叫日本祥表 因為中文喜歡講求這個叫祥表 為什麼 無條件投降是你們談判的條件都沒有 像馬關條約還有談判條件 我本來給你遙東半島後來不給我趕換錢 就是兩方面沒有無條件投降 戰爭形成最後局面休戰不再打亂 那兩方面有盤判說我們怎麼來賠償你 輸的怎麼賠償你了 這還有條A 但是無條件投降底下根本談不上條A 為什麼 我開口要你無條件投降 無條件投降的條件是什麼 不是你講 是我講的 所以因此在日本響表上面 日本的崇光奎首相 跟他的所謂的日軍參謀本部 他們叫做日本大本人 兩個共同簽字 還有很多國家包括麥克拉社 我們臺灣 中華民國當時派誰 派徐耀昌 你們聽說這個人嗎 代表現世 是個將軍 這個才是正式的 誰 徐耀昌 徐耀昌 他已經是很像的 A.H.不叫徐耀昌 A.H.我唸錯了 徐什麼昌也沒錯了 前面跟後面兩個是對 中間沒有把握 所以當時1945年9月2號 就正式的臺灣島 就屬於當時的政治組織 叫中華民國的民國 國際法上是被認定的 但是前往以後 中國馬上陷入內戰 中國大陸上出現兩個政治組織 一個叫做中國共產黨 一個叫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政府 外國人就說得死了 就一個人剩下 就像現在有一個公司 開始有公司派 市場派 然後外面講說現在到底誰算數 誰能代表這個公司 就開始出問題了 所以舊金山合約 1951年9月8號簽舊金山合約 舊金山合約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要解除對日本的軍事統治 因為從那個日本想表1945年9月2號開始 一直到1951年9月8號 日本都是在聯盟軍的軍事統治 事實上是美國人的軍事統治之下 當時用軍事統治的 所以為解除對日本的這個軍事統治 簽了一個舊金山合約 就像合約裡面有很多條款 日本人放棄對臺灣澎湖的主權 日本人放棄對庫貝島的主權 日本人放棄對南沙群島的主權 日本人放棄對西沙群島的主權 有沒有說放棄給誰啊 沒有 為什麼 輪不到你講話 聽懂沒有 現在有很多日本人說 這臺灣地位未定論 那南沙群島地位未定論 還是關島地位未定論 還是塞班島地位未定論 有沒有 他不是未定論 就日本來講他沒有權利去決定 這個要給誰 這戰勝國才有權利決定 輪不到你日本人講話 你不是無條件口響嗎 你還來講共講戲 那國際網上說不通啊 這是無條件口響的意義 所以在舊金山如威之前 中華民國就取得臺灣島主權 所以後面臺灣未定論 我們禁災公共 他國際網上說不通了 但是中國的到底哪一個政治組織 是中華民國呢 還是1949年10月1號宣布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哪一個政治組織如果代表中國人的 注意到當時認為臺灣島是中國人的領土 中國人不管是你大先帝國啦 中華民國還是誰 是誰我們外國國地上搞不清楚 你們大贏的就誰來代表 像公司派的股東大會贏的 還是自產派的股東大會贏的 贏的人來代表呢 一直到這個問題一直到了1971年10月25號 聯合國2758號決議案 有人會疑問為什麼聯合國可以決定誰代表中國 開羅宣言裡面就有聯合國三個字 那時候聯合國還沒成立 為什麼 聯合國成立的文件第一份叫大西洋縣章 第二份叫聯合國宣言 第三份叫開羅宣言 第四份叫聯合國縣章 所以聯合國縣章是最後的文獻 但在開羅宣言裡面就講 我們所有聯合國的部隊 逼日本人無條件的國翔絕不中止 就能出現 開羅宣言裡面就有出現聯合國的字眼 所以用聯合國的名義就取得合法性 可以決定主權的歸屬代表權的歸屬 在1971年10月25號之前 中國的代表權全部都是中華民國所持有 這是聯合國承認的 到了1971年10月25號 聯合國2758號決議案 中國代表權歸屬於那個政治組織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想怎麼會把國家當一個政治組織來看呢 對不起 國際法上國家就是一個政治組織而已 只是有主權的政治組織不是政黨 不是什麼大西洋公約組織 大西洋公約組織也是一個政治組織 WHO也是 他只是別爽嫁屋 法律關係很複雜的 所以聯合國決議案裡面正式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 被認定為代表中國的 有中國代表權的 所以這是一中原則的根據 因為在這之前這一中原則也很怪怪的 那中華民國的問題出在哪裡 在法理上面 他的憲法他的政府是代表權於中國人的 但是中華民國憲法裡面有一條 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國民權統 大家對出了嘛 對不對 然後誰是中華民國國民 沒有定義 他定義是說有中華民國國籍則為中華民國國民 有沒有 但並沒有講有中華民國國民 是不是都要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不只是我們這樣處理 中國大陸也這樣處理 中華民國共和憲法這樣處理 所以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香港不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了嗎 香港有八百萬人口 但是八百萬人口只有五百萬 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資格 三百萬沒有 當中華人民才沒有 三百萬的香港人基本上 不被認定為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就是在這個特殊環境裡面所產生的 聯絡國決議案以後 我們就出現幾個問題 本來中華民國是GATD 我們知道大陸季肉之前是GATD GATD的時候中華民國是會員國 但是 很抱歉 275821通過 中華民國就被GATD給取消會籍 那個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加入過 中華民國又有沒有取消會籍 隔一段時間我們好不容易再升級觀察員 後來又出了問題 一直到了很後面 2006年你看拖多久了 我們才被獲准用中華台北 或者另外一個名義叫做什麼 台澎關稅領域去加入WTO 所以加入國際組織就有點像說 你必須要有戶口登記 那你沒有這個代表權的話 你就變成很大的疑慮 對我們的難題在哪裡呢 1971年10月25號聯合國2758號決議案 正式確立一個中國 就是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沒有兩個中國 也不存在一中一台 也不存在台灣獨立 問題在哪裡 我今天講的不是政治 政治上你愛怎麼講怎麼宣傳都無所謂的 法律上這個意思目前還沒法改變 第一個關鍵是說 有人主張說那你2758號 只處理中國大陸的代表權 並沒有處理中華民國的代表權 也沒有處理台灣人民的代表權 也沒有這種說法 對不起都不存在 對聯合國的問題都不存在 為什麼 因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它不可能就有台灣另外再處理 那一個沒有台灣領土的台灣人 他不是跟吉普賽人一樣 他法律上無法處理 除了他有另外的聯合國決議案 說確定兩個中國 確定一中一台 在目前為止還不出現 正案給有法律的一個關係 所以一直說 我們中華民國代表權的聯合國 因為不存在這個問題 對 因為他證明台灣的領土 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是中國人的領土 你必須有中國人的身分 你才永遠是中國的領土 現在代表中國的政治組織 是中華人的共和國 就這樣而已 他的問題是出在這裡 所以我們一討論這個問題 在國際上 國際團看起來說 欸 你是在說什麼 這不是早就在台羅宣言 波斯坦宣言 日皇 降伏都已經決定了嗎 但是更重要的是 1972年2月28號 美國跟中國大陸簽那個 上海風暴 就是美國認知一個中國 然後你們兩邊的中國人怎麼吵 他沒外國 有沒有 我們俗話講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認為台灣的所有人是中國人 台灣人並沒有一個特別的定位 沒有一個特別的法律定位 這是在1972年2月28號 到了1979年隔了七年 1月1號美國跟中國大陸建交的建交公報 又再重述一次 就是中國代表的年是誰有的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所建立的政府 一個政治組織裡面可以有不同的政府 這是政府代表的 但是1979年1月1號美中建交公報 1979年4月10號 就得了四個月 美國的國會通過一個美國台灣關係法 這個台灣關係法不具有國際法的正式地位 但是會影響到台灣的對外關係 為什麼 因為美國台灣關係法怎麼寫 稱呼我們叫做什麼 叫台灣當局 換句話說美國政府承認我們是一個政權 但是不承認我們是一個國家 Authority就是當局的意思 當局你可能是一個部落 你可能是一個武裝政權 埃斯也是當局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也是當局 埃斯坦解放組織也是當局 所以當局可能是一個國家 或者沒有外交成本的國家 也可能只是個部落 也可能是一個地方革命團體 革命組織 舉個例子 孫中山先生 老A子 曾經在袁世凱當中華民國總統的時代 跑到廣州去不是搞了一個軍政府嗎 那我們台灣的歷史上早期國務黨說 這個軍政府也正式的國家 其實錯了 這軍政府只是一個政權 是一個地方政權 他甚至也不是一個中央政權 國民黨當時 對不起 我做到國民黨中常會講 國民黨的壞話不太好 但是當時在法律上 他的確是一個區域政權 他不具備了代表中國國家資格的一個政府 然後台灣共識法 關係法 可以承認台灣當局是一個政權 是可以打交道的 但不涉及主權失誤 也承認有個台灣人群 第一次出現法律上成為有台灣人的存在 但是有沒有承認台灣島 這個島的領土主權屬於這個台灣當局的 沒有 所以並沒有因此出現了台灣島是台灣人的台灣 沒有出現這個國際法的下落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 到了1982年8月17號 美中817公報很重要 817公報代表什麼韓例呢 就是美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相互達成一個共識 第一個就是美國要減少對台灣的武器銷售 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諾他要用極盡和平手段統一台灣 不要儘可能不要用武力 等於雙方面 換句話說你不用武力打台灣 我就減少武器銷售 你用武力打台灣 我就增加對台灣的武力銷售 等於美國人在某種程度裡面 對台灣當局跟台灣人民所形成的一個 武器銷售基本條件 是你要用和談的還是用武力 最關鍵最關鍵現在吵得最兇的 就是對我們影響最大的 1992年12月3號兩岸拿成九二共識 理論會說九二共識不足在 蔡英文說只有九二會談 我們就回到原來的狀態是什麼 就很清楚了 1992年10月份台海雙方的確派代表 在香港會談 香港會談談什麼 沒有談對的 就談對方比如說一個中國聯絡國 那個決議案我們兩方面怎麼來看待 怎麼來解釋形成雙方面的契約關係 台灣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提了15種說法 大陸上提了8種說法 數字上可能有錯 因為年紀大了 記得不是對那麼清楚 當時的台灣在李登輝主政的時候 有國統會有個國統綱領有沒有 我們就根據那個國統綱領跟國統綱領 東解釋西解釋提了很多 一個中國的解釋法 大陸在那邊提的好像8種 兩方面就在那邊談啊談啊談啊 用哪一個版本比較好 一直沒有共識 到底哪一個版本是我們雙方面 看一下兩岸可以接受的 搞到了10月底 最後中國大陸說你們回去請示吧 我們回去請示吧 中國大陸就轉播個走 那台灣就在那邊等了幾天 你也沒有回應啊 好 所以這個叫九二會談 九二會談是我們台灣提了幾種表述的方式 大陸提了幾種表述的方式 哪一個版本沒有達成結論 你說破局嗎 有沒有破局 為什麼 我去研究啊 那你台灣回去問問你們的老闆啊 最後是在11月份 台灣去了韓電 大陸來韓電 那麼韓來韓去 大陸說 好了好了 就照你們台灣那個十幾種版本 那第八種 好像第八種的 就照你那個表述 我們講後面來談吧 那個表述就是最有名的一中個表 是誰提的 台灣提的 除你意料之外對不對 很多人一中個表以為是李登輝當時提的 不是 提的幾種裡面 他們跳一個出來修改的 這個整個的套的條文 最重要是在11月底的時候 大陸的海協會來 說我接受你台灣所提出來的那一種表述 但是我加上一個但是 這個表述分開九二共識就四項 第一點 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聯合國2758號決議案 就是開羅宣言 只是確認既有的國際法律的秩序 我接受 第二個是台灣的國家統一綱領案 海峽兩岸努力追求國家統一 這是我們憲法徵修條文裡面的國家統一前 等於重複兩部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跟中華民國憲法的文字講一句 雙方均努力追求國家統一 努力而已 沒必須要答應對不對 大概是韓裔的 關鍵是第三條台灣題的 一個中國的含義認知各自不同 得以口頭表述方式 就是什麼 第一條不是一個中國是一中嗎 這一條不是各自表述嗎 就是你講了一個中國 跟我一個講說我們認知不同 我們用口頭各自各講各的 就是說一中各表的來源 這兩岸對我們有什麼作用 1992年弄了以後1972年 1992年這個達成這個九二共識以後 1993年立了公安會談 還有更重要的 我們陸陸續續就用中華台北的名義 可以加入國際組織 有人解釋 你一中各表不是說一中就是中華民國嗎 是啊 在台灣可以自稱中華民國 不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不用稱中華台北 那國憲上你還給我中華民國的名義 沒有 旅遊共識裡面 並沒有提到這個東西 但是先想一想 九二共識簽訂之前 我們台灣加入國際組織叫什麼 叫中國台北 什麼 假如說台灣銀行 就馬上被改成中國台北了 那中國台北就很明顯了 台北當局是誰 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中國代表權是誰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中華台北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不屬於你 你代表全中國 可是我不屬於你 那我也不是獨立的一部分 所以不是叫中華民國 叫中華台北 是用這個名義 我們就放棄了 所以有人說 你要更進一步中華民國 我當然希望進一步中華民國 但是中華台北也會比中國台北好 這也是九二共識的一個協議 所以此後我們用中華台北加入 中國大陸就沒有抗議 換句話 中國大陸到目前為止 理論上他謹守著九二共識這個契約 那到了2002年1月1日最顯著的 台灣加入WTO沒有受到中國大陸的阻礙 沒有中華台北就加入了 未來我們再加入其他的RCEP 加入其他的團體跟組織 包括WHA或WHO 有機會的時候 都可以用中華台北加入 那中華台北加入上不是要賣台 在陳設北時代是用中國台北 李登文是用中國台北加入亞洲台灣的 到底你誰是賣台的 你跟中華民國比當然比上不止 比下是有贏 看你是欠在哪裡 那這個你剛剛跟國際實力原則有關係 跟國際環境有關係 比如說我不承認開國宣言 不承認開國宣言人在韓國的憲法上開宗民意 講說我是根據開國宣言宣布不利的 美國人是根據開國宣言去取得很多太平洋的島嶼的 所以開國宣言不是為了中國寫的 這也先確認 他不是為了專為中國寫的 然後東北地方也歸中國 不歸俄羅斯 不歸那個誰 不歸日本 就是東北地方歸中國 也是因為開國宣言 所以有人去說他沒有效率他沒有效率 效率早就發生 事後面比如說你怎麼有英國所相不承認 誰都不重要 為什麼 當我們四個人同意這個東西 以後有一個人不同意 有沒有辭了這個效果喪失 沒有 必須要我們四個人都不同意 這個效果才會喪失 他的法律的運作是這樣子的 要不然你有本事你拿戰爭來拿 他出嘴巴沒有用 那自己其他什麼軍隊頭頭 太平洋海軍司令 或者衛生官員 談這個議題他們都沒有國際法上的代表意義 國際法上取得領土主權跟放育領土主權 原則上只有兩個人能代表 第一個國家元首是誰 第二個政府首長是誰 這兩個以外其他人都 包括邁克阿瑟都沒那麼權力 包括有些歷史學者像李曉翁說 當時台灣光幕10月25號的時候 在台北中山島舉行了 掛了聯軍八個國家的國旗 所以那個是盟軍佔領台灣 蔣介石軍隊佔領台灣 並不代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要不刻地講這些教授都沒有什麼知識 至少沒有國際法的知識 為什麼 受強聯羽是對軍隊 軍隊投降當然是投降給盟軍 是軍隊對軍隊 跟國家領土主權沒有關係 邁克阿瑟也沒有權力代表國家主權 沒有一個軍事首長有權力 你又不是軍閥 你軍閥段齊月當執政也不敢說代表中國 你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最高的代表權 所以講的都不算數 就像前七月的話 如果沒有董事長蓋大小商的話 七月算不算數 法律上不一定算數 並失誤承認 所以關鍵的處理是 我們台灣發明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說法 是要滿足我們自己可以 但是在國際上面 我們在打國際戰是很吃虧的 再來 2002年1月1號台灣加入WTO 就是九二共識之後的一個發展 2005年3月14號中國立了一個反分裂國家 中國他就咬住給國際法上手確認了一個中國原則 然後他援引了中國當然是面子問題 他援引的是誰 很多人沒有注意到 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 援引的法律依據剛好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林肯原則 大家沒聽過林肯原則 林肯原則是這樣的 美國的聯邦憲法的時候 有規定各州根據什麼條件可以加入美國聯邦 有沒有規定他可以給同樣的條件退出聯邦 有沒有 美國聯邦憲法上沒寫 所以當林肯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 美國南方好幾州就宣布獨立 成立一個叫做南方邦連 全名叫做美國邦連 我們歷史上簡稱叫南方邦連 總統叫戴維斯 總司令叫Rober Lee 羅伯尼將軍很有名的一個所謂軍教綠爾森 然後他們宣布的時間點 跟林肯在剛選總統的第一任就職演說 裡面的宣言一樣 那個就職演說在地理上是非常有名的 在憲法上在國際法上會戰很明的 希望這個隔兩天蔡英文的那個就職演說 也要做得有名才寫的 林肯怎麼講 美國憲法並沒有規定你退出聯邦的要件 但是他就一個合眾國的總統 如果你要退出聯邦 沒有經過其他幫的同意 退出聯邦就是叛亂 什麼意思 就是叛國 然後他定下這個林肯原則 很有名的林肯執政策 台灣很少人練到這一段 一併下來 沒有經過同意你離開 結果是叛國 不是叛國 就啟動聯邦軍隊 征法南方 一打下來 南方的白人男性這場戰爭打下來 三個死一個 最後投降 Lobber League好像關了幾年了 後來林肯說算了算了 不要關太久了 你放了 說We are brother 關架就好 那反共內國家法言語的就是說 你違反這個原則 我不同意 你台灣獨立 新軍討伐 為什麼 現在的國際法上一個國家發動軍隊打內 如果沒有國際法上最起碼的基礎 就是要觸犯政戰爭罪 哪一天你就會被送上什麼 國際刑事法律 就像那個南斯拉夫的前總統有沒有 被送上什麼 國際軍事法律 一樣的 那美國人在打什麼 打那個什麼伊拉克 還是聯盟國要這個要那個 這個法律這個有同意的同意 搞了好多法律基礎弄好以後 好 我可以打他才敢打 為什麼 他怕以後人算帳 你怎麼知道不會呢 所以有時候國際其實很難講的 所以要做事以下一些perfects級 所以中國大陸在做這個準備 但是即使經過這樣牢牢狼狼 2005年 因為2004年陳水平在競選的時候 有提過要修訂新憲法啦 要製訂新憲法啦 所以2005年就衝著陳水平來了 2010年最關鍵的 草河老闆跟馬英九當家人以後 兩岸簽訂了ECFA 為什麼簽訂ECFA很重要 這是兩岸正式在法律文件上面 對方承認我們是一個counter party 什麼意思 可以簽約的對方 可以簽約的對方 我不再承認我不承認你是不合法 可是他也沒有說你合法 可是他簽了 就是說他在國際上默認你是一個政治實體 默認你是一個政權 雖然有跟你握手還要弄個白手套 但至少還跟你握手 這個不是首例 當時比斯曼在統一德國 就有發生過類似的情形 因為他把很多的地方自我找來說 我們成立一個德裕斯帝國 找普魯斯王室來當德裕斯帝國皇帝等等 也有類似發生過類似的一個爭論 所以台灣的本島的 台灣島的國際法地位 是先從一個所謂無主之島 就是我們國際法上找不到有一個政治組織 擁有主權的政治組織宣稱這個島是它的原理 我們找到證據 一直到了1635年12月18日出現的麻豆協約 這個時候確認台灣本島開始長達10年的一個統一過程 所以統一台灣島的是誰 荷蘭園 不是上面中國的 但是政俄合約我們取到了 中國政權第一次取到了台灣島的主權 這個時候和民主才開始大量移民台灣 開始講米南語 開始講這些等等 但當時的台灣其實這個名詞是 台灣的名詞出現的是很廣的 最早剛開始的荷蘭人在建立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 政治的官方名詞還是叫做 Zillandia 附近的土地叫Zillandia 所以那個城叫Zillandia 可是他開始找中國的外老 我們中國人剛才來台灣當外老的時候 我們那個都閩南人全說口音 搞不清楚Zillandia怎麼唸 念念的熱蘭遮層 可是正因為熱蘭遮層 在安平港港外 那個地方有個村落 那個村落有個村色 很小的村色 因為海港旁邊有小村色 原住民的小村色 叫什麼 是屬於排灣族的小村色 排灣族跟原住民混合的東西 會滑船 釣魚的漁民的小村色 那個地方叫台歐窩 那個地方叫台歐窩 所以我們漢人就把它稱作 喔 台歐窩 聽到嗎 閩南語 所以就寫成大元 但大元講的是那個講口 大元桿 注意到 我們到今天為止 閩南人在念閩南語的時候 念台灣怎麼念 怎麼念 台歐窩 對不對 不對 為什麼 那個關字可以念很完嗎 用閩南語念 應該在台歐窩 對不對 怎麼會在台歐窩呢 台歐窩就是因為早期念台歐窩念慣 到了後來大元這兩個字 有一些念書的 覺得大元這兩個字 不是那麼的啞 不知道怎麼搞得七搞八搞 最有名的是一個在和什麼東西 寫了一個 他是一個福建省的一個官員 就直接把大元寫成台灣 因為什麼 因為北京的官員 念台灣比較熟悉 他就用台灣 然後到了這個沈光文 你們聽過吧 寫了最有名的一個文學作品 叫《台灣富》 第一個用台灣養和在文學上出現的字文 所以沈光文又叫做海東出竹 海東是哪裡 台灣海峽的東邊 叫海東出竹 第一個文學祖先 叫海東出竹 沈光文寫了台灣富 你們去Google叫做台灣富 所以台灣這兩個字是在大元 很後面才發展出來的這個國語的音譯 但是國語的台灣 你如果用閩南語來念 它叫台灣 不叫台灣 那閩南語一直都念台灣 是原來承襲原來的大元 很大元 所以這個字眼是從一個台灣族的春色 叫台歐灣 台歐瓦改名稱大元 再從大元改名稱台灣 所以這個名字的轉換就代表了 台灣漢化的一個情形和發展 但原住民一直都沒有發展出 整個台灣島是一個島的概念 他們一直念這個概念 原住民來台灣大概一千公里左右 頂多不會超過三千年 比如說現在講台東八仙洞有沒有 那個原住民或者什麼左鎮 台南左鎮人 那些跟現在的原住民都沒有學員關係 原住民來台灣可以討記出來 最多會超過三千年 可以紀錄大概一千多年 那到現在為止呢 漢人到台灣大概是比較晚 有人說我們 台灣人都是四百年來 都替了外國人去福 我們就是欺負人家的外國人 因為我們靠的是軍隊 如果沒有鄭成功的軍隊 我們就跟誰一樣 日本人在十六世紀是比漢人更早來台灣 他的德川家康時代就派人到台灣來的 要台灣人的原住民承認他是皇上 要台灣的原住民叫高薩國王 很有名的 風塵秀吉的那個文獻 很有名的 十六世紀就出現了 比中國還早來台灣 但是派的人一上了什麼 台灣島 就被原住民給殺光了 原住民武力有多強大 就被殺光了 原住民的武力是後來到日本比較強大 民治維新以後才有牡丹社事件 所以決定民主當然靠武力 所以有幾個主張台獨基金的朋友 我就跟他開玩笑 台獨不是不可以 誰說台灣不能獨立 給我個理由 韓國有個獨立 可是問題像龍神不能獨立 聯合國被引起獨立的條件 只有一個 就是你是殖民地 所以聯合國有個非殖民委員會 東地維是殖民地獨立的 新加坡是殖民地獨立的 馬來西亞是殖民地獨立的 所以聯合國的法律裡面 你只要是殖民地就可以獨立 可是有問題 台灣就是因為開羅先元 喪失了殖民地資格 跟香港一樣 香港是在1972年 中國取得中國代表權的 把香港從殖民地的身份 把它改成中國聯合國 聯合國同意的 那台灣 在開羅先元有兩個優點 第一個 台灣本島人 一下子解除了二四戰爭的戰犯的罪准 所以很多台灣兵一下子就變成什麼 中國人 取得中國國籍 那台灣當時為什麼沒有變這些 因為在台灣當時並沒有像韓國一樣 出現什麼 抗戶政權 如果你在二四大戰期間 台灣本地人沒有變成皇民 而產生了抗日政權 像什麼 韓國一樣 像新加坡 馬來西亞一樣出現抗日政權 你有可能被任何你有台灣獨立的制度 可是當時沒有 當時台灣人是跟著日本的後面 去做侵略者 侵略者人家怎麼可能承認你是有獨立資格的 不可能啦 別把你炸光都不錯啦 最有名的是什麼 1945年遊修戰役 當時在開羅會議上面就吵過一件事情 史蒂瑞將軍參加開羅會議 他舉一個計畫 要求美軍大股登陸台灣 誰還對 蔣介石還對 蔣介石跟羅蘇吾講說你不是講好嗎? 台灣台灣要還給我中國 民國啊 你現在在派兵一打打爛了啊 我怎麼去衝箭啊 掏了 吵了 吵了 好 最後決定 不打台灣 台灣只要空襲轟炸就好了 就打琉球 台灣是這樣逃過一起的 琉球那一戰打的結果是什麼? 三目之一 琉球人不見了 為什麼 登陸戰他怎麼打? 先大量轟炸 不管三七二十一有沒有 轟炸 轟炸回來登陸 有沒有 登陸掃大 打巷戰 那就會沒水的啊 沒吃的啊 沒喝的啊 屍體沒有人收啊 所以因此琉球在那一場戰 琉球人本地死亡三分之一以上 就是我跟大家講的一個基本點 所以台灣因為台國先人躲過一戰 又因為台國先人也取得 本來是戰敗國一下子變成戰勝國 所以台灣有點角色有點混亂了 有點混亂 那你說 台獨很簡單嘛 你有本事像愛爾蘭一樣 和他英國人同意你 獨立你就獨立了 愛爾蘭共和國就這樣產生了 可是愛爾蘭是幫英國人打二次大戰 英國人也不好意思跟他爭槍爭刀 就這樣打起來 前面還在跟德國人打 那現在就打起來 吵一吵 讓你獨立了 第一種 第一度戰爭比較獨立 那第二種呢 你有本事像美國 獨立戰爭 美國獨立戰爭不是英國血統的 還有法國血統的一堆 美國不是純種的英國人 異名很多法國 很多其他國人 組成了軍隊 打贏你就是華盛頓啊 如果打輸了 你就Robbery啊 南北戰爭也打出了Robbery啊 為什麼 戰爭決定領土的歸屬 是國際法承認的 因為國際法承認是誰 哪個政權代表誰 戰爭和不合法 戰爭有沒有使用不當的武器 他是規範這個東西 那你說 哎呦 國際法就是強權 我不接受 不接受也可以 你沒辦法去破壞他 難得拿在這裡 所以以上我就很簡述的跟大家講 我們臺灣的困境在哪裡 我們的困難在哪裡 我們的缺失在哪裡 臺灣島的主權從什麼開始來 所以臺灣政府是中國靈魂的一部分 大陸上的縮詞要稍微縮短一下 正確時間是1662年21號 那說臺灣 是臺灣人的臺灣 這個也要縮 現在臺灣人出現在臺灣 大概也不到200年了 大部分都不是 清早中類才來的 那你說唐三公明的唐三公明 這個也不正確 我們 荷蘭林給我們的數字不是這樣 中國人不會做統計的 中國人沒有什麼統計的idea 荷蘭林給統計很清楚啊 所以你當時有多少呢 在郭華伊事件裡面 中國移民的女人跟小孩被殺的數字 高達1500人 那怎麼會沒有女人呢 沒有女人拿來小孩啊 所以以上我就簡單地跟大家做一個簡單說明 與時間的關係 謝謝大家